大家好,我是Den 在台湾举办的K-POP演唱会的黄牛票 因为价格太离谱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3月7号,韩国各大电台都报道了 18号即将在台湾举行的Blackpink演唱会的黄牛票 最近以1700万韩币的价格成交的消息 而这是基本门票价格的45倍 不只是Blackpink去年11月在台湾进行的 29年演唱会的黄牛票 售价也高达了400多万韩币 而这是基本门票的17倍 各大媒体纷纷指出 每当在台湾举行K-POP演唱会的时候 黄牛票就会吵得非常火爆,非常离谱 所以很多粉丝们都提议 演唱会门票应该采用实名制 但是因为考虑到检票时间与人力不足 所以很难实际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票价1700万,一天住宿费用400万 再怎么喜欢Blackpink也是太贵了吧 不过就是因为有需求所以才会这样卖的 台湾都是有钱人吗 但是听说有很多从中国香港过去的粉丝们 能用这个价格成交交易也太惊人了 人身或的地方都一样 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会有黄牛票问题 BTS在釜山演唱会的时候 周围的饭店价格也都翻了好几倍呀 实名之后,用APP来验证就好了 什么人力不足时间不够 应该就是代理公司想要在内部坑钱而已吧 对于台湾K-POP演唱会的黄牛票 价格超离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误会 最近一位韩国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自己的父母被捆几用吓到的贴文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因是这样的 这位网友很喜欢基地 所以就把手机锁拼的壁纸设置成 好像是真正收到短信的那种壁纸 而最上面的内容是 捆几用 酒托未接来电 接着是 亲爱的为什么不接电话 那个臭小子哪里比我好 你想看我死掉吗 网友的爸妈为了帮女儿充电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了这些内容 以为是真的后 爸爸就把手机锁拼壁纸拍照发到家庭群组里后 很耐心的对女儿说了 连爸妈都被骗了 犹豫了30分钟 心想再来一次电话就要接了 总之你叫男友我们不会说什么 但是说要死要祸的家伙绝对不行 知道很危险吧 你知道爸妈看到这个有多惊吓吗 想着你怎么跟一个疯子交往 都打来9次了 所以就在电话前面等了一下 想说再打来就接 疯了 可可可 好好笑 啊 是吧 那个背景好令人怀念 是吧 可可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手机壁纸 说有等待电话太好笑了 可可 突然很想知道 大家的手机锁屏壁纸都是什么呢 我呢 啊 啊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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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